哎呦 很危险啊 实际上已经是漏人了 这个是 大西亚诺已经跳得很大 在那儿不去争 在后边等 卡西亚诺突然在插了实际上 对于天津队来说 最关键时候在后卫的位置上 是不是能盯住这个卡西亚诺 因为靠一个人的能力盯他 哎 看我们看这球 直接认一球 相当好的一个 相当好的位置 王少蕾 18号 王少蕾防守犯规 但是还没有创造出太好的机会了 看这下 哦 好逼 如果角度再叼一点 这时候有可能就进了 打得不过可惜太正了 南方和卡西亚诺的配合 又会 这个球实际上流行飞已经出完了 但是卡西亚诺这个球没有 他出来了 也就干扰了卡西亚诺 如果他在里面等着打 这起很危险 这个南方和卡西亚诺之间的配合 看来也是多年形成的一种默契 卡西亚诺的特点就是 另外一个发现了 在船脚法又不能做到 力量的轻重缓击 都是总是差值毫厘 这是比赛进行到第37分半钟的时候 31号巴德雷斯简陋攻击了一个球 这个球我看就是两个分位 非常有一定的问题 因为在卓斯塔河做这个独度一致的时候 另一个后卫高费没有去 感觉到这个车的微信 如果他上后再稍微撤两步 有可能就能防止巴德雷斯的渗入了 你看这四号站的比较直 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巴德雷斯 会出现在这个位置上 这样再追已经很困难了 比较压得开 不良力 这是卡加诺结断了一下 这个古塔伯的向前的出 又很危险 球没有能够打上力量 否则的话也是相当的危险 拉皮拉 包肥把球踢出来 进去外 一压 射门 再射 球打在边往上 非常的危险 刚才韩旭 第一下没有领 领出这个位置 现在关键是天队 必须有非常明确的 而且是相当坚决的战术 中场盘带过多也不好 中场盘 好几了 好像没有完全打起来 想打一个角度 这个球如果转移到右路去 可能更少一些 这是很好的一个距离 看上的很快 看看怎么敲这个球 很好 几率 古斯塔伯本来应该是他一次绝好的力攻的机会 这个门前的抢的意识相当好 抢的是相当的漂亮 相当好 他意识到这个是一个攻击点 相当好 缺乏经验 很好 单刀 非常非常的可惜 能一脚穿球就不两脚穿球 应该说这是对前卫来的 又离走回穿输 这是危险 双轨拍门 两个人同时上里冲 他们这进攻欲望 亚那家的得分欲望 好有力 好秀 漂亮 有了 果然不俗 这张小瑞 这是在同伴的配合下 中路的小二过一传递 相当的潇洒 下面是比赛进到23分钟的时候 天队由张小瑞扳回一分 已经晃过了守门员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的过程 自己向里拖 张小瑞的穿球 短穿 这下穿的相当好 坐的这下是相当的漂亮 这是谁 孙建军 孙建军 也是二传递 对 是吧 这孙建军如果能够 外脚弹的隐蔽传球 外脚弹的隐蔽传球 带旋转的带弧度的 如果孙建军能够 这个场上多做这种球 而且恰到好多没有越位 而且这个处理也非常冷静 守门员骗过 如果直接射 可能射到守门员身上 林飞他的身体相当灵活 出阶非常快 好球 完全是激激争累的 那边人呢 门注 今天天津队 已经打了两次 球门注 这是卢欣 太可惜了 但是他第一下非常冷静 卢欣这几两下处理的是相当好 可惜运气不佳 角度太小了 这样呢 台湾明迪全场比赛结束 金制阳和沈强福两位师徒教练呢 在北京是打成了一场 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比分 一比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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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